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请 她从小就知道 自己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 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她好多事跟她沟通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叔叔吧 我曾经喊过她 爸爸她没有答应 坎坷的生活 总是给她无情的打击 而她却依旧能够保持那份淳朴和善良 我就想到挣一点钱 挣一点钱补贴家里面 让妈妈过得好一点 多照顾照顾妈妈 只要每年能去看看 给她买点衣服 我感觉都是满足的 那个曾经软弱的她 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她要找到那份属于她的温暖和爱 我这么多年 非常非常想念他们 给我一个拥抱吧 你好 大家好 来 请坐 你是来自哪儿啊 来自安徽 安徽 今年多大了 37岁 37岁 来 请坐 你叫什么名字 汪培银 你手里拿着这张纸条是什么呀 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栏目 我看别人都拿了纸条 所以我也临时写了一份 我也没上过学 我写得不好 别笑话我 我能看看吗 看人都拿纸条 她也写一个 爸爸 你在哪里 女儿想爸爸 女儿想家 想家里 没一个人 想姐姐 想和姐姐 说说心里话 这是你今天要来表达的愿望 我感觉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一样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不懂得视力的人 她好多事跟她沟通不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一次发烧的时候 妈妈不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烧到40度了 我想妈妈抱我一下 妈妈没有抱我 其实那个时候 我烧得都没有力气了 我非常想让妈妈抱我一下 妈妈不理解我 妈妈脑子不好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我看到我两个弟弟喊爸爸 他们两个在爸爸的怀里撒娇娇 他说爸爸 爸爸喊了很多句 然后我也上前去喊了 我也往前面臭一点 想喊爸爸是吧 喊爸爸的时候 当时他脸就 刷起来了 就是很不高兴的样子 就说了一句 谁是你爸爸 后来那个时候 我站在旁边 我就颤抖了 我就不敢喊他爸爸了 是你养父吗 是我养父 是我的叔叔 他不让我叫他爸爸 让我叫他叔叔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怕 特别怕 一次也是八九岁的时候 放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小 我牛绳子牵不住 我牵了牛走人家庄稼地里 把人家那个腰苗吃了 邻居吧 他回去就告诉我叔叔 我叔叔回去 他就是打我 我妈妈就看我养父打我的时候 他就护着我 护着我的时候 我听妈妈说了一句 他说不是他表姐 把他卖到那个地方 他也不会来打 也不会被 连我一起打的 妈妈那时候非常生气 他也不想活了 他说了一句 我也不是看你月红 我也不想活了 就那个时候 我妈妈说了 我就记得心里面 我就知道妈妈是拐卖过来的 那妈妈那个时候还跟你在一起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吧 我们村子里就有人给我提亲了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人都给我提亲 都被我养护拒绝了 他说我的女儿留换亲 他说是什么说的 要么人家说 他先说个媳妇再换亲 给女儿就给她了 我就在村子里听到那些谣言 非常不好的谣言 他说你以后在家里可能会嫁一个傻子 那个时候我就吓坏了 我特别特别害怕换一个傻子 后来我那个换牛就换了远了一点 换到那后面那个村子 换得很远很远 我就和那个男朋友就认识了 当时感觉人长得还不错 可是我后来没跟家里人商量 我就自己跟那个男孩子出去打工了 我就想着跟他一起出去打工挣钱 多挣一点钱 有一部分为了妈妈 有一部分有想找家的想法 那个时候男朋友说过 他说他愿意帮我找我爸爸姐姐 我发现跟他走过后 日子一点都不好 你男朋友也没有挣钱 也没有收入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吃的 有时候也就吃两个馒头 一顿面条 他所说的话都没有实现 我并不是怕他家的生活苦 也不是怕他家的没有吃的 没喝的都没关系 我怕的就是 只要这个说不让我去找家的事 我心里面特别不好受 这个我就是想找到姐姐和爸爸 过后就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感觉我拿了第一次的工资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就想存一点钱 存一点钱给妈妈 让妈妈过好一点 我就存了两千块钱 我寄回家了 寄回家的时候 我叔叔写了一封信 给留了号码给我 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是妈妈接的 我非常想和妈妈沟通沟通 说说心里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妈妈接我的电话的时候 他就说了我两句名字 喊我越红越红 他就把电话就挂断了 我也很想回家 是我自己走掉的 我不敢回家 我怕叔叔打我 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念妈妈 想念有时候就在外面 偷偷地流眼泪 最后我就不敢再打电话 给家里了 我怕我叔叔接到我的电话 又会打又会骂的 我心里面特别害怕 一边是需要照顾的妈妈 一边是苦苦思念的爸爸和姐姐 血脉亲情不断撕扯着这个背井离乡的女孩 十年漂泊打光寻亲 他日夜思念着不明事理的妈妈 忍痛寻找 却屡屡失望 后来我找了一个服装厂上班了 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把我的经历和一个大姐说了 那个大姐她跟我说 你要找姐姐和爸爸 我跟你说 我能给你找一个男朋友 他为你到哪里去都可以 当时我也太天真了 我就相信她的话了 我就跟着她后面去了 去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那个 她干她的工作 她根本就没有帮我找家的意思 我弟弟有一年她也去到那里 她发现我不在服装厂了 她就报了警 报了警那个女的 她说实话了 她和我弟弟说实话了 她说我把你姐姐卖了 卖了八千块钱 后来那个检察和我弟弟 就去把我接回来了 接回来的路上 我听到我弟弟说 我妈妈变化很大 我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 不好受 她说我妈妈头发也白了 牙齿也被牵流 磕掉了一颗 我当时回去的时候 我就抱着妈妈哭 我哭得很伤心很伤心的 可妈妈就不理解我 妈妈抱着我冷冷的笑 我也不知道她是高兴 谁什么状态 妈妈还是不明白事理的人 她要是明白事理的人 她会问女儿 你这么多年 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她会问这么多的话 那时候我妈妈没有 她就是抱着我笑 我当时很伤心很伤心的就哭了 我特别 特别希望妈妈能明白事理 能和我说说心里话 后来我叔叔又把我 讲了现在的一个老公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亲戚给我订好了 我当时非常反对的 我不想同一支门婚事 他就拿了一万块钱 一箱酒一箱饮料 我小的弟弟就收下了 当时我为妈妈考虑吧 我说你妈妈近一点吗 我一不跑了 我就答应了 勉强答应了 我发现我婚后 比生活更糟糕 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 我发现 我现在的老公没有拖鞋 我给他买了一双新的拖鞋 买了 他什么话没说 就撂着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那个时候 我心都冰冰冷冷的 我心特别难受 我发现我怀孕了 那个时候 我把家里的菜也买好了 把花也做好了 就洗好了 都换好了在那里 其实那个时候 我非常不能闻那个油烟味 我一闻到那个油烟味 我头晕 我人站不稳 就特别想吐的那种感觉 后来他回到家里了 他什么话都没说 他把我火了火了 跟什么样的 他特别特别的骂我 骂我心里面特别不好受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让汪培寅十分痛苦 他想过再次逃离 这个冰冷的家 但是看到妈妈 日益苍老的身影 他决定留下 非常不舍得走 特别想留在身边 多陪陪他 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妈妈为我爱活 我要为妈妈活一次 我把这句话 老老地记在心里 回来多照顾照顾妈妈 只要每年能去看看她 给她买点衣服 我感觉都是满足 我发现我妈妈又得了白内障 开刀的时候 我叔叔当时就让妈妈回家 我就没让妈妈走 我说妈妈回去 我妈妈的眼睛会坏了 我会照顾妈妈做干活嘛 就会把眼睛弄坏了 当时我就把妈妈寄到我家 过了十几天 我叔叔又来了 他要把妈妈接回家 我说不可以 我说妈妈在我家养眼睛 我说我会照顾她 那个哄吹也不好 那个不能碰冷水吧 那个刚开过的白内障 也不能碰冷水 每天就给妈妈洗衣服 做话 给她洗脚 妈妈就是闲不住 她就是要跑出来 要跑出来 我每次就去把妈妈拉进去 拉到房子里坐着 我说妈妈不要干活 那个时候妈妈也知道 在我家好 妈妈 我感觉我护士妈妈是 我感觉很 心里很舒服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妈妈现在已经68岁了 我自己就想和家里人团聚吧 我想和我的父母 失败一段时间吧 我哭过 好多人看我 但是他们都没有劝过我 不要哭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为我擦干眼泪 我真的流了多少眼泪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过了那么久 从来都没遇到一个疼我的人 爱我的人 我的心就像一块冰一样的冷 特别特别的冷 我感觉我就没有亲人似的 弟弟常年在外头打工 沟通不了 妈妈脑子有点傻 沟通不了 我和我的叔叔更没有话说了 所以我就是想找了 找姐姐 找姐姐说我心里话 我一直都很软乐 我在想 我做一个小强 我要自己做一次组 我要自己去找家 我来的时候 我跟妈妈说 我说我要去找姐姐 我跟妈妈交代了 我说妈妈 我去找姐姐来看看你 我妈妈听不懂 反正我就 当时就跟妈妈拍了一张照片 哦 妈妈 妈妈一头白发 你这照片拍了干嘛 拍了来给姐姐看 给姐姐看 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我姐姐应该记得 我妈妈长得什么样子 应该在她脑海里 应该还知道 她妈妈长得什么样子 因为是一个苦孩子 对 其实她所经历的东西 比人们想象的要多 但是由于她没有文化 而且呢 在那样的几个家庭当中 被不公正的对待过 最后你可能会发现 她不知道怎么样 表达自己的感情 她没有得到 真正意义上的爱 但她仍然去坚持 去找 她要找回 她所希望的爱 正是这样的一份坚持 她走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的观众 本着我这个栏目呢 我经常关注 我们的打拐英雄们 我们的志愿者们 我们的栏目组 都是真心为老百姓干好事的 所以我陈生浩 捐款十万元 为圆梦资金 做点小贡献 来看看我们社组 怎么帮你找的姐姐 站到这来 好 舒东请 王培寅大姐您好 我是等着我 寻人团的舒东 我们在罗媒体平台上 看到了您发来的 想要寻家的 报名寻人求助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帮您梳理资料 展开寻找 那您跟我们提到 您每次向母亲 询问背拐的 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它一般都会提到 以下几个词 比如说像 猪大财 水红 东梅 还有您的名字 月红 那我们也分析呢 这些很有可能 就是您家人的名字 那他有的时候呢 还会提到 发音类似于 大川岭和小川岭 这样的地名 这会不会就是 您的家乡所在呢 在他的精神状态 比较好的时候 他还能说出来 自己的姓儿 应该是姓段 根据这些信息呢 我们也是迅速的 联系了相关的警方 帮我扩志愿者 帮您展开寻找 我们接到你的案例后 根据您提供的 记忆中的 大川岭 小川岭等信息 马上把相关线索 反馈给了 全国的各个地方群 希望能帮您找到 符合条件的家庭 很快就有志愿者反馈 在安徽省越西县 既有大川岭 又有小川岭 而且当地还有很多 你所说的姓段的居民 于是我们随即 又把相关的情况 反馈给了警方 因于志愿者反馈的情况 我们以越西县 为中心展开开它 在当地父女被拐 或者失踪的案件中 寻找线索 另外也在调查筛权 家长有叫 富大财等人的家庭 希望能够尽快 帮您找到家人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特别怕 我为了妈妈 我也不想再出去闯荡了 我在外面也受够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你在家里好好的 我要出去找姐姐了 我这么多年非常非常想念他们 想姐姐 想和姐姐说说心里话 给我一个拥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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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开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太清楚 但是关于老家呀 最关键的信息 大川小川 他妈妈没记错 记得一点都没错 两个孩子的名字 也没说错 没错 包括爸爸叫朱大财 两个女儿的小名 水红 东梅 包括妈妈自己姓段 都是正确的 都没记错 都没记错 所以我们找起来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来 两个姐姐坐 爸爸坐 月红 告诉我高不高兴 你看看两个姐姐 还记得她们是这样吗 是啊 大姐告诉我 想到有一天 妹妹能把你们找着吗 吓了 两个女儿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吧 多少也一点点 吓妈妈了哈 我记得我妹妹走的时候还这么高 月红 妈妈现在在哪 在安徽 安徽哈 这明天后天就赶紧带着两个姐姐 还有爸爸去看看妈妈 妈妈得多高兴啊 在上面看 这是妈妈 让两个姐姐也看看 这是多少年没见到 妈妈挺漂亮的哈 我想问一下 就是她当年是怎么被拐的 她这个姐姐能说清楚吗 或者她父亲 我记得还像是一个男的 叫我妈妈走 她说我外婆家人都生病了 后来他们就走了 走了好长时间都没回来 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说 我妈妈可能被拐卖了 就这样说的 这样回去的时候 你们把这个情况 给当地公安机关说一下 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 进行调查 我觉得这个妹妹 在所有的叙述的过程中 我想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 她有点像个傻姑娘的感觉 但是呢 她非常的朴实 她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 普通人家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个人淳朴 社会是不会亏待她的 一个人善良 也不会亏待她的 所以这一切就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实际上 在我们的平平凡凡的 普通人当中啊 有很多闪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个圆梦基金 确实 应该像给这样的平凡的人 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鼓励 说我们愿意资助他们家庭 两万块钱 我不要钱 我把这个钱 我把这个钱 给我的父亲和姐姐们 好 好孩子 我也存了一点钱 我自己够机会了 还放裤腰里头 哎呦 不少啊 这钱准备给谁的 多少钱这是 哎呦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来给我两百 可以 我这两百我就买吃的 我就爱吃 可以 妹妹不舍得 你真是个好孩子 她攒五千块钱不容易 准备给爸爸 给两个姐姐是吗 这个钱 哎呀 里边还有一块的五块的 看着心酸 玉京剑 你们这个钱 什么时候到账 刚刚那十万 直接给两万 现在就直接去拿去 我来的墓里 不是为了钱 我知道 而是为我平衡的心 当然 你找到两个姐姐 多少钱你都不换 对 两个姐姐 一块 感谢 毕竞健叔叔 感谢秘书长 谢谢 给爸爸 给爸爸 那个 我想啊 通过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场面 我想大家也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会相信 我们等着我这个栏目 就是真正的 老百姓的栏目 这个团聚啊 还差一个人 虽然这个人有点小 但是也得让他来 我们的志愿者 在我们的孩子里抱 哦 来来来 是吧 不能少了这个孩子 让他见见 这应该叫两个姨妈 这是拜公 太幸福了 来 我们喝一个姨妈 是她帮我们找到 找到一家人呢 我们也给志愿者 图上 好的 好 行 好 行 好 行 行吧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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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朴 善良的月红 默默守护着 不明事理的妈妈 一个从未感受过 关爱的女孩 终于实现了心愿 为自己 也为妈妈找回了 那个温暖的港湾 好 行 好 行 好 行